为了纪念少族最后一位跨越古今的长老石阿松 主人特别在伊达少举办龙中的公祭典礼 南投县各界都派代表前来质疑以外 他的离开让地方文化界感到不舍 因为石阿松不只对少族文化复兴有关键性的贡献以外 他的过世也代表少族文化传承的重担与未来 可能无人可以传承 少族为重要的七老石阿松在伊达少举办龙中的告别室 子孙亲唱他所创作的少族歌谣作为纪念 很多人听了很不舍 他的过世对地方文化界等于是少了一位重要的少族文化导师 我们常说他是我们少族文化的导师 告诉我们有关于少族的零零种种 包括土地流失 包括部落变迁 包括语言的流失等等 那同时他也很期待了我们能够协助少族 把文化进行附赠工作 民国90年 少族这名成为官方认定新的原住民族 是阿松就在当时推动少族文化复兴工作 让曾经被认为将要平补化的少族 慢慢找回原住民语言和尊严 如今他的过世让少族文化的传承 再度面临严重的考验 因为少鱼他有传承上的很大的危机 所以他今天不在了就代表一个骑老的世代 这是开始凋零 那接下来就要靠族人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延续下去共同来做传承 是阿松留下了许多珍贵历史记载与研究 将来这些资料是拿出来用 还是放在那里成为历史文物 都成为少族人文化延续工作上最大的考验